欢迎收看打开公话麦 我是许仲江 太阳花学运再起吗 50多名反黑箱课纲学生 昨晚夜席教育部 甚至冲入部长办公室 上百名警力随即将学生上考台出 连记者也被带走 为什么课纲微调争议持续这么久 甚至引发全台高中生自主发动抗议 教育部有没有在沟通还是置之不理 还有12年国教引发的民怨 马政府难道不担心民意反扑 而红袖柱的民调不见起色 又有宋楚瑜将宣布参选 传出国民党担心红袖柱选不下去 该怎么办 相关议题我们一夜探讨 首先介绍来宾民进党立委刘教豪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国民党文传会主委林一华 大家好 网络观察家朱学恒 各位大家好 那么稍后还有资深媒体的王世奇 会加入我们访谈 我们先来看50多名反黑箱克纲学生 昨晚深夜11点半闯进教育部 还占领部长吴思华办公室半小时 警方逮捕33人 深远民众见不到他们平安祸事 聚集教育部外头跟警察 发生好几波的冲突 最后被柔性驱离 这场通宵的抗议行动 直到今天凌晨4点多才落幕 我们来看VCR 教育部长办公室的逮捕过程曝光 画面左边 袁京扯住男学生右手 拉人拖地 直到他摔得四脚朝天 先是膝盖一压 再反捡双手准备上靠 画面中间 已被两名警察压制的男子 呈现人自行趴着 完全无法反抗 警方几乎控制现场 但看到部长办公桌旁 有人录影 你不要动我 我在录影去你不要动我 才意图抢走手机 当场爆发口角 不理骚动 部外也不平静 放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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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四深夜11点多 约50多名反黑箱克钢成员 驾梯子翻围墙 闯进中庭 还攻上二楼占领部长室 将椅子堆叠门口 用网路线缠绕固定 但35分钟后 警方攻破 抗议学生分别遭 束带或手铐制服 暂时带往后方的联合大楼 不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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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部外面聚集了声援的同学 从凌晨一点到三点 速度与警方推挤 有人甚至不满洒水 不要小心 中正一分局副分局长李全哲 到场说明 被捕学生已经带离现场 劝群众回家 凌晨4点15分 举牌警告非法集会 依照我集会核准的时间 只有到10点钟 好队伍向前进 有钱 警方采用柔性劝离 虽然拿盾牌持续靠近 抗议民众 但动作表情并不紧绷 像在散步 执法强度跟部长室内 拖地上靠的手法 完全不能比 趋力过程只发生零星冲突 大部分人配合离开 总计33人 因为夜席教育部被捕 昨晚这场夜席教育部的行动 让人家一时感觉 以为太阳花学运再起 我想请教委员 为什么这个克纲 微调的争议一直无法解决 那么甚至引发全台 有221所的高中生 来串联抗议呢 我想我们的高中生 一直在关心 不只高中生 包括家长 还有我是老师 大家一直在关心 我们这个克纲 微调违法的事情 但是我们非常的遗憾 当局并没有对这样的事情 来做一个明确的回复 只有说 这只是一个程序上的瑕疵 然后对实质的内容 他并不去做调整 我想克纲 我们透过教育的手法 方法是要让我们的学生 更能够了解 这块土地的历史 也可以建立一个正确的 一个史学观 或者是对国家的一个认同 但是我们非常遗憾 在我们现在目前 教育部所颁布的 这个经过微调或者克纲 他对我们台湾 这块土地的主体历史的认同 事实上跟我们一般 民间所认知的是有非常大的差距 这也是整个我们反黑箱 克纲为调黑箱作业的一个非常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这最近这几个月来 可以说是风起云涌 在全国各地的高中生 自主性的能够串联起来 我们一方面我们觉得 我们为我们这些高中生 他关心自己确身的受教权 这件事情 我们感到 我们觉得这是一种正面的事情 那即便也许他们昨天表达自己意见的方法 荣获有不同的意见 那我觉得当然不可否认一定会有人认为 这个是太激烈的一个手法 这是我们民主开放的一个社会 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回馈到 那个问题的最本质 就是这个克纲的内容 本身是不是一个对的方向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重要的 一个议题的内容 那我们在此也再次的呼吁 包括教育部也包括马政府 马英九总统 他应该要来正式的回答这件事情 包括我记得在前些时候 马英九跟一些大学生 或者是高中生在座谈的时候 当场也有虚虚多多的学生 提出这相关的问题 那马英九只是说 他有一些瑕疵在一百个 或两百个这样的问题而已 一百个两百个问题 他感觉是很轻描淡 就是争议一百多项 对 反正就是你们讲的对 对啊 都有争议 但是就是不调整 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政府回应 大家社会大众对这件事情的 应有的态度 那我们也针对昨天这样的事情 那我们也在这边呼吁 我们在表达意见的过程当中 也注意到自己的确实的安全 来 我请教主委 就说 照理说 如果有出现任何的争议 或是一些疑问 那身为政府嘛 总是要尽量去协调 去沟通 那只是说在这过程当中 教育部到底有没有 在跟学生 学校 老师 甚至家长做一些沟通 那再来就说 这个课纲微调的内容 到底马政府在担心什么 有人就说 感觉上好像这是变成统独之争 那到底马政府在担心什么 如果说这些学生 单纯是想认识台湾 认识过去的历史 地理也好 难道就会变成台独吗 我要先提一下 我觉得 从主持人您刚才的发言 抱歉我接受 我觉得对于课纲 我一条内容 可能就 我不是说 也许大家认知上 我不知道正不正确 第一我要先讲的是说 我们当然尊重 包括学生 关心所有的公共议题 尤其我自己本身也当过 他也是教育局局长 但是我要说的是 我们真的要交给孩子什么 我们希望孩子面对问题的时候 是真的可以看到各种的意见的 大家不同的内容的并程 然后我们来带着孩子 做很多的讨论 让他里面可以真正得到 其中到底哪些他是觉得对 哪些是不对 可是我比较反对的是 我们透过这个过程之中 是用偏颇的资讯 或是用一些意识形态的方式 来扭曲学生 让他利用他的热情 跟对很多事件的关心 但是我们到底是不是 有给他非常正确的资讯 我就举例来说 起码总统说100多项 我必须说那是错的 因为总统其实才17项而已 那17项里面包括什么 其实包括委员在这边 我想包括蔡英文主席也都说了 我们要回归中华民国宪法 所以如果中华民国宪法来说 我不知道我们把中国 叫做中国大陆 以这样修正错在什么地方 第一个我想请问委员的 第二个呢 连安倍 连日本都在说 在抗认70周年这个时候 升级70周年的时候 在日本的舆论都已经说 也希望安倍应该要对于日本侵略 以及殖民要表示歉意 所以请问一下我们把日本统治 改成日本殖民统治 有什么不对呢 以及呢 未安妇 未安妇 未安妇原来是血 是未安妇 没有说是被强迫的 那我们都知道 我们那时候的妇女很多是被迫去做未安妇 所以把它改成妇女被强迫做未安妇 有什么不对呢 所以我就不知道说 当我们把这些内容都摊开来看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大家更理性的来作为讨论 但是因为从去年太陽花之后 当我们冠上黑箱两个字 你看学生就看来讲 哇 黑箱 黑箱 但是呢 一样我们在交易局我们看到 其实现在的程序 跟过去当作陈水扁 一样有所谓的95站纲 98克纲 程序上是完全一模一样 那目前在法 一样 一样 法院中现在在判断是 不一样 不一样 我等一下可以说 我们可以来讨论 但我可以讲 法院目前有意见是说 你没有公开委员是谁 或者会议记录 但是其实以会议程序来说 本来这些东西都是到最后才公开 并没有针对说程序内容有何不对 那也许不一样是以前是教育部 现在是由国教院来负责 中间我们当然可以对程序 对讨论 这部分我想我也是有准备而来 我们都可以非常理性 来探讨这些内容 但我比较希望是 大家很 真的是很客观的 把所有的资讯都呈现出来之后 我们再来做一个很理性的讨论 是 来我请教许和 你怎么看现在看起来 双方好像都是各自觉得 对方是意识形态在作祟 只是说现在这个客纲围条 被人家诟病就说可能不够透明 再来就说这些客纲的围条小组 召集人是找了所谓一些统派的 并非真正历史专业的人 我觉得其实就今天这样的事件发展 我想抗争是所有人的权利 那不管你成年或未成年 但我有一点稍稍觉得不满的就是 那成年也得要负一些责任 你不能让未成年小朋友去冲 冲完了 然后第二天早上再出来讲说 希望释放 希望遵照程序 我其实是认为你昨天晚上如果觉得 应该要跟他们冲的话 大人就要跟他一起冲 那你不要讲说 这个小朋友他们自己的行为 但小朋友也需要大人协助 那我是认为今天早上有一些立委 事后诸葛才跑出来说 释放释放释放 我认为这没有尽其功于一役 也就在这个事件上面 年轻人要选择自己愿意被交的立场 那是他们的立场 但大人也有以他们的角度来讲说 好这个东西在历史脉络上哪些正确 那我可以挺你 因为我看到太多的大人 都是到事后 比如说发起包围活动 或者是现在冲完教育部之后 他也出来讲说 我在这边伸援他们 但年轻人去冲教育部的时候 你只是在那边出一张嘴伸援是没有用的 如果你有教育专业的领域或是专长 或者你是相关的高中的教育老师 我认为你们应该要跟他们站在一起 那我认为在这样子的整个活动当中 其实我们从去年不管是反服帽或是太阳花 大部分的年龄层是混搭的 那但是你仔细看一看 这一次的抗争非常特别的地方是在于 他年龄层都只有固定的年龄层 比如说大约在12到18岁之间 那大人要尽的责任在哪里呢 我不是说大人要跑去说招降 那判说大家不要再出来闹了 而是你也得要跟他站在一起 如果你是高中老师 如果你是相关的单位 说你觉得这样做不对 会危及你的立场的话 我认为大人要尽大人的责任 而不是说到了最后人都被抓了 然后你说这样子不行不行 我觉得这样子的抗争 为什么这一次造成的涟漪相对的小 是因为有比较有话语权的大人 所讲的话相对少 那年轻人他们受过的训练跟经验不够多 所以他们的声音变得相对的小的时候 就会产生这样子的状况 那这抗争如果永远都是这么小声的话 它的延续性会很让人担心 的确这些年轻人或许他的这个资讯 不是那么的周延 那说实在 其实大人的责任是比较重的 那这些大人包含哪些 可能包含家长 包含老师 包含教育部的官员 那只是说在这些小朋友 在这些喊冲喊撞的同时 我们的教育部官员 是不是有真正在关心 还是说置之不理 那今天的讯息出来是说 官员清晨有稍微这个到现场一下 但是也没对话 就跑了 那再来就 这就显示就是说 我们这些教育部官员 是不是有真正在关心学生 还包含客康的问题 那时机你刚也觉得 这亦华的这个所谓的 两边的论者有的不同 你的看法 我觉得有几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说 事情会演变成今天 这样子的局面 我觉得其实中间出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沟通 就是说教育部不断的持续的 在用欺骗的方式 对待这些学生 他说要沟通 可是其实并没有 就是他开了第一场 吴思华的那个 跟学生面对面的那个座谈会 然后那一场当中 大家也看到了 吴思华不断在讲说 我爸是谁 我爸叫什么名字 我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之类的 然后第二场之后 他就隐身了 那后来教育部是采取一个 用线上跟人家 跟学生 那我们来线上沟通好了 也就是说他 他回避了跟学生 直接面对面 沟通这样子的方式 那刚刚我为什么跟主委的意见不一样 是因为 为什么95克刚 98站刚都没有问题 是因为他们是从下而上 那这一次 摆明的是从上而下 莫名其妙去年 去年初开始 多了一个简合小组 过去从来没有 就是简合小组 更何况 之前这个克刚 是可以用六年的 那你现在三年就硬给人家改 而且你要改 你又不从下而上 你从上面弄了一个简合小组 那简合小组的成员 为什么可以不用是历史专业 他为什么可以是教哲学的 为什么可以是教经济的 那如果你要改历史课本 你可不可以找一个 教历史的来嘛 那所以反弹才不会这么的大 那更何况 如果你 你们觉得改的极有道理 其实是天衣无缝 那你们就公开名字嘛 为什么 有什么好不能公开 而且你看 像那种课本后面 像我们小时候念书的时候 什么中华文化基本教材 背后不是都有 委员名单 最后一页都有那委员名单 写在教科书上面 光宗耀祖 这件事情有什么好隐晦的 为什么不让人家知道你是谁嘛 那我觉得其实 对于现在这些高中生来说 内容他们质疑 这的确是 但是过程的合不合法 他们也同样的质疑 比如说在这个课纲 调整的时候 教育部说 有我们都有跟老师沟通 但是那些老师 其实都已经出来讲了 今天你教育部开这个工厅会 老师是明天才收到那个开会通知啊 所以你怎么样纳入老师的意见呢 那显然这个课纲是从上而下 规定你们 你们就是要这样改 你们就是要这样交 更何况 之前的课纲也才三年 凭什么三年 你就不要用了 他还有三年的寿命嘛 那所以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 这些高中生你知道 因为我访问过几个高中生 就是这一次反课纲的这些 这些年轻孩子 他们多感人啊 他们是利用自己午休的时间 然后用课余的时间 然后进行小组讨论 然后他们自己制作图表 新的课纲跟旧的课纲当中 有哪些不一样 然后第一点是什么 第二点是什么 然后把这个东西拿去 跟其他的同学做说明 愿意听的你们 我们在什么时间 要开这样子的会 你们通通来 他们是用自己的力量 去找出里面的问题 然后去说服他们的同学 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 高中生能够有这样子 自主思考能力的行动 我觉得真的是 比我们当年进步太多太多了 那就算马总统他说错了 不是100多项 现在是17项 但是也不能用而已 一项都不可以 所以只有17项而已 那我们就将就着念吧 而且我觉得教育部 还有一个态度是 我觉得教育部 既然是最高教育主管单位 你的态度就极为重要 你不能用一个态度说 没关系啦 有争议的就不考 如果我们的教育 纯粹只为了考试 而不是为了培养一个 有自主思考能力的年轻人的话 我觉得那个教育部废掉也就算了 所以问题的争点不是在 不会考啦 这个东西 会不会放进去考题啊 这个东西 其实是最之为末节的事情 这东西我觉得 的确是应该要听听 正在教书的这些老师们 线上的老师们 以及受教的学生们 而且你知道我还 碰到一个高三的学生 他说 其实我根本用不到这个课纲 可是我的学弟妹他们会用到 我的孩子会用到 就他们他其实才18岁 他已经想到他的下一代 台湾的未来的那一代 他们可能会面临的问题 所以他愿意站出来 我觉得18岁的小孩子 能够有这样子的想法 实在很了不起 当然你可以对他今天 这样子冲进教育部的行动 你认为不妥没有关系 但是我会认为 如果不是教育部 今天采取对他们相应不理的态度 第二个是说如果他们今天水 不是淹到鼻子的 他们不会用这样的方式 因为克刚不是今天才发生的 这件事情 他们已经抗争了将近半年的时间 半年的时间来 教育部有做过任何有诚意的沟通 或者是让步吗 没有 尽管教育部承认 对 我们有17项错误 但是我们8月上路没有要改 我觉得这种态度 其实是给这些小孩子 最错误的一个教育示范 来 朱伟你要回应 因为今天我想我需要再回应一下 我先跳过就是原来从 如果从教育角度 我们放眼世界 其实我真的很诚恳建议 未来不管哪一党执政 其实克刚到底 例如说尤其历史 到底要不要克刚 或者这件事情是可以值得讨论 因为其实在很多的 有所谓的类似像这种 意识形态争议的国家 的确对于说历史 要不要克刚这件事情 其实是可以拿出来讨论 但是我比较不赞成是说 我今天说因为合乎中华民国 宪法的这个是不对的 那回复到之前的皇民史官 就是对的吗 这就 我觉得我一直是 没办法接受 不能是这样啊 如果大家都觉得说 好历史是应该可以 让大家知道 不同角度的 OK啊 但是不能叫做说 因为现在修成 中华民国宪法的 和宪的 这样说这个不行 然后呢 回到这皇民史官 去送赞日本在台湾建设 而忽略了日本对台湾侵略的事实 那认为这样是对的 这个抱歉 我必须说我也觉得我不能接受 就这才是我们要非常客观的 如果今天我们真希望 台湾未来是好的 我们是应该要这样子来跟孩子教育 或来跟他说明 我觉得这才是对的 另外提到 所以一样就回到说 那程序上 什么叫由下而上 由上而下 其实在 我看到这件事情 他们在课纲尾一条 102年8月1号就启动 而且也经过半年的程序 中间呢 一样的成立了有学科的 还有客户发展的工作圈 然后一样有分 北中南三区召开工厅会 那刚才实际提到的检合小组 这部分也是按照中央行政机关组织 基本法第28条规定 所成立本来就为这样的任务编组 可能中间的法令上 有一些修正 以前是有教育部负责 现在是有国教育院负责 但是他的程序 完全是按照这样的过程 所以包括监察院 也对程序的部分 做过相关的检视 发现程序上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对于说 要不要公布委员的名单 这个本来最后就是公布 我再举个例子 就是说就像这次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台北市的高中生 也有针对校长临选的事情 要求他也是教育局 公布临选校长委员名单 他也是教育局说 这名单向来都不公开 他也没有因为家长 因为学生出来 他就公开 因为在法令上 向来就是这样子走 到什么时候才会公开 所以他也是按照这样子在走 所以我还是希望说 面对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比较理性的 包括说我刚刚提到 我们可以讨论未来 到底历史要不要课刚 但是我不太能接受说 这个是错的 另外一个就是对的 台湾本来就存在不同的思维 那不同的思维 我们应该是要让不同的思维 能够在中间做些成员 或让孩子在那边做讨论 我觉得未来我们的教育 我比较期待是这样 来我请教委员 就说这个不同的史观 就一定是冲突吗 也就是说 这个不管是 到底是不是所谓的 中国史观 或者台湾史观 那到底在这当中 是谁在知围这个 蜘蛛壁脚 到底谁在意识形态作祟 因为如果说 我们只是单纯想说 多了解台湾的历史跟地理 那如果说把台湾史 把它纳出来 那就会走向台独吗 就说这到底是两边是 就是怎么样去 那再来就是说 还有符合宪法的问题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符合现行的中华民国宪法 难道有错吗 那只是说 现在的中华民国宪法 是不是感觉有点过时了 我跟林主任事实上 还有共识了 就是说我们台湾真的是有在 在历史的认同上 国家主体认同上 坦白讲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旗舰 当然这个比例大概多少 我们目前没有办法去触估 不过从我们现在所能呈现出来的 各种的民调看起来 认同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那个趋势是越来越明显 所以我们在台湾目前的最大公约数 应该就是等于台湾就是等于中华民国 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然后这个中华民国很明确就是台湾 澎湖金門马祖 我相信这个是绝大多数人的公约数了 那即便当然有些人认为他 他应该叫台湾 不过至少在中华民国是目前 大家各方都可以接受 我再强调一次 这个现状就是台湾金门马祖澎湖 所以既以这样的出发点的始官 绝对跟我们主任所讲合乎宪法 他们问题是他们这部的宪法 他那个始官 可能是包括 那请问一下蔡英文最近说的 要依照中华民国的宪法 蔡英文的宪法很简单 我们从来没有统 我们从来没有统治过中国大陆一天 中国大陆也没有统治过台湾一天 所以非常明确 我们中华民国 我没有那么计较你到底是称他中国或是中国大陆 但是我们非常明确的就是说 我们在称呼中国大陆或中国的时候 那个是跟我们的中华民国 或者是台湾是完全不一样的主权独立的 好了你不要说国家 至谁主权独立的存在 我这样子很勉强的这样说可以吧 因为即便即便 即便你们所提出来的总统候选人 如果要按照你这种标准的话 那洪秀柱应该撤销提名 因为你讲的他是完全不符合我们中华民国的宪法 他说中华民国不存在啊 他没有这样讲啊 不然他那已经白字黑字 你不能把一句话弄出来说嘛 那句话是他非常讲 那句话是他再怎么陈述 如果今天是我是再怎么陈述 我都不会陈述有一句话跑出来说 中华民国我们不能讲他是个国家 只能讲他是政府 再怎么陈述我也不能陈述这样子 再怎么陈述我也不能陈述说 我不算是一个独立的人 再怎么陈述都不会这样 所以我说你讲的没有错 政治认同大家都有歧义 基于这样的歧义 所以会发生发展出不同的历史的认同 但是我们也反对说 我们之前的客观 你就要所谓皇民化等等 我觉得是这样 对对日本曾经在台湾统治的那段时间 荣获有不同意见嘛 他当然有做建设 他当然有对台湾百姓有不好的地方 这个是我们非常明确认识的地方 但是不能再讲说我们比如说看 我们看卡诺那部电影的话 我们看那部电影 大家觉得欢欣故鼓掌 就是说我们接受画面 我是比 我是比 这是另外一个议题 应该说它是有很多多元的面向 我现在讨论很多元的面向 但你不能只挑那个 所以我们在讲彼此其异的不同 所以我们才讲说 这样认知上有很大差异的时候 应该是由下而上 大家充分的讨论 才可以凝聚台湾主体的共识 甚至或者说我们真的针对很多 没有办法取得目前为止 没有办法取得大家完全一致性的认同的时候 我们应该多元的成功它 那所有的老师或学生在认认 学习台湾这段历史的时候 他知道我们台湾确实存在不同的主体认识 我想这是我们在学习这段历史非常重要 而不是一味的要叫你接受这个单一方的 单一史观 我们现在强调的是这件事情 何况一直没有办法 现在教育当局一直没有办法说明 学生老师或各方所提出的这整个程序上的瑕疵 包括你找 好啦 你要编史纲 你总找个历史专家 你为什么要找那些 我们一看就不知道 他不是他所学的是另外部分的 而且他的意识形态 是那么明确的表示出来 他对国家认同意识形态 难免人家会有很大的不服气 主委你要回应 恐怕最大问题不在于就是说 你可能不能只有单一史观 因为毕竟这整个历史的历程 但是我要先说以前的也是单一史观 都是这样 所以我才说未来我希望 真的大家政党之间 可以更或说整个台湾社会 我觉得我们要更理解讨论 因为那就我刚刚说的 如果你说现在是这样 以前是怎么样 但现在我来说 我们现在还是和线的史观 那和线史观 但从委员口中说来说 代表就他们是否认中华民国宪法了 那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蔡英文主席又说 他要依照中华民国宪法 这点我觉得就是 我在明确表达一下 中华民国宪法的效力 只有目前就是只有在台湾 澎湖金门 然后我们是治权分立 我们治权不同 不急于他 他不急于我们 现在可以拿到福建去用 拿到上海去用吗 我们治权不急于他们 没错啊 我们的宪法 可以拿去那边用吗 那我恐怕 这个对于这个2016 但是我想再提一点就是说 我觉得在过程之中 为什么我们说 其实有很多的是误导跟扭曲 举例来说 刚刚有提到说吴思华部长 其实他有去参加座谈会之后 但有个老社团提出说 辛克刚刚讲的喜马拉雅山 是中华民国最高峰 抱歉了 并没有这件事情 但是我就觉得 就一直给这种错误资讯 什么叫228不见 228还从说明栏变成世界栏 还要你要多交228的内容 白色恐怖的内容 但是呢都扭曲说 不见了没有了 或者说公民课里面没有 他只在历史课 但是我要先说是 但是要听一下公民老师的意见 公民老师认为 白色恐怖这件事情 其实公民课里面讲的是价值 历史就是实实 我自己当时 哪个老师叫做说 课本有写我才交 课本没写我不交 那为什么要放在课纲里面 历史课有 而且更多 那如果其他的也应该交 我先教你一下 恐怕的也应该交 那其他的也放在课纲里面 那为什么只能用课纲 那其他的都要用自己去念书呢 更何况 恐怕现在有关教育的问题 这所谓的单一史冠 可能会成为2016 总统大选的一个重要课题 那么当然在国民党的部分 红袖柱在选战的中后期 是不是有可能选不下去呢 这是周刊所报道 也对国民党来说 是一个重大考验 我们先休息会 马上回来 最近在脸书上 有个号称是台湾公道博 王金平的粉丝专页 首页写着 新宝岛精神2016 绿委要王金平勇敢地说出 是不是无法忘情2016 而周刊报道 国民党担心 红袖柱选不下去 会是王金平出来代打吗 我们来看VCR 有院长加持 你们到日本 一定会拿外星回来 朱星算数学研究会的学生们 要出国比赛前 先来立法院 拜托王金平加持 这王院长的人气 还真不是普通旺 其实在立法院 他还有个外号 是一个功德 一种称呼一种代名词一样 我一定有功德 大家才会这样 人家叫他龚道博 巧的是最近在脸书上 就出现了一个 台湾龚道博 王金平的粉丝页 介绍页面上写着 这是王金平的官方粉丝团 是王金平和热血台湾人 一起经营 还模仿王金平的语气说 一切平常心看待 谢谢关心 粉丝页里 除了分享王金平的新闻动态 也将王金平从1999年担任立法院长后 所通过的法案图表化 甚至还有Q版龚道博 有够精致 粉丝页从5月设立到现在 累积2000多个粉丝 网友劝进声不断 有人要他出来选总统 有人要他选党主席 版主一一回应 尤其是粉丝页首页 这大大的2016 引发联想 在最后的六个月 居然还想做这样的这个 跟乡民跟网友 来做这样的互动 王金平院长 如果他真的还是 不能够忘情2016 王院长 你就勇敢说出来吧 我的了解地方上 有很多自治者 还是没有放弃说 要拱王出来选 可是院长本能有那个意愿 主要是在院长嘛 他假如有意愿 那人家抬轿人才能抬啊 或者人家不上轿你怎么抬 这是热心的 这些网友成立的 你有经验吗 没有 没有经验 但是 这个 我非常感谢他们 那么 当然 今后 他们所提出的 就是乡民们所提出的 这些 有关立法院的议题 我会尽量大付 王金平成亲 粉丝页是热心网友成立的 但有名嘴爆料 国民党已经做好准备 如果洪秀柱选不下去 就会派王金平出来救援 谁啊 现在你啦 据说好像朱主席 有跟您先沟通过 如果说洪秀柱真的不行 撑不下去 朱主席跟我怎么会谈这个问题 不会啦 所以你觉得他会撑得下去 不会谈这个问题 他继续努力 尽管洪秀柱提名已经确定 但换降而语不断 王金平的下一步 成了话题焦点 在洪秀柱取得提名之后呢 外界还是相当关注王金平的下一步 因为这牵动国民党的权力布局 来我请教主委 你怎么看呢 因为现在这外界 现在看起来的普遍民调啦 洪秀柱的民调是不见起色 所以周刊也报道啦 国民党好像担心 这个如果到选战的中后期 朱主席万一选不下去 是不是有思考王金平要出来选 我要先说周刊那个时间点 可能有点不太对啦 就是说第一我要先讲就是 我们的主席本来就每个礼拜一嘛 他就跟周刊会碰到面 那是固定的啦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说跟这个所谓院长部分 我觉得那可能是在 比较早更早之前 就是在洪秀柱副院长 还在初选过程之中 那时候的确也会有谈过说 到时候的状况不知道会是怎么样 可是以目前为止来讲 其实都已经非常确定 包括说党部这边 我们跟他们的洪委员的办公室 大家对于密集来开会 昨天他也从他的出生地 院门已经出发了 所以我觉得那个部分 应该是时间点上 一个错置跟误会 所以现在来说 已经是全力了 就是不管但民调 我们部分 我觉得是给我们一个 检讨跟参考 但对现在来说 我们怎么样有步骤的 那能够包括说政策上的呈现 以及怎么样 让大家更了解洪副院长 这从昨天出发 已经正式开始了 对 但是外界可能还是蛮关心 就是国民党在这个洪秀柱 一直选情无法提升的 一个情况之下 但是又冒出了很多 那他只刚提名而已 对 刚完成提名 所以你还没有观察 但是离这个投票 其实时间很近了 那外界也在看 国民党有很多个别的党员 包括这个董大妈 这两天 大家也都要讨论 因为从过去 黄明说 到最近董大妈爆出口 那么看起来 党中央似乎都是轻描淡写 但其实 是不是都忽略 这些发言的杀伤力 我想没有轻描淡写 我们就是说 他的个别的言论 那当然党员有 八十几万人 那他要做 每个人用每个人发言的部分 但是他发言被放大 我想我们今天有去跟他讲 这样的发言是非常不适合的 而且是绝对 这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会被放大 绝对是对我们有好处嘛 所以才被放大嘛 所以这部分 他一定要把一个党员的话 拿出来放大 那我觉得 那全部都放大不完 但是跟之前的几位 那不一样 那是因为是我们的公职人员 是我们的民意代表 大佬 所以那个状况是不一样的 那我觉得 不能说叫做 中央党部 必须要对每一个党员说的话负责 那民进党也不可能做到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我们的处理 我们当天马上就发出声明 说他这个言论是不恰当的 而且是不应该是有这样的发言 而且我们希望 我们的党应该到非常理性 在选举中做任何的评论 那也他的发言 也绝对不代表我们 来 学和你怎么看 这些发言看起来 其实都让人家觉得 国民党是不是嫌票太多 感觉上这些都可能 会把一些中间的 或说一些潜来潜略的选民 都给吓跑 我每天早上在玩 线上游戏的时候 我都会想起来一句话 就是不怕神一般的敌人 就怕猪一般的队友 但我觉得国民党 对这些猪队友 应该要好好的管理一下 因为我坦白讲 我不觉得开除董大妈有什么错的 你知道这个人很白目 从以前到现在都这样 而且实际上 就我们外人的角度来看 我都不知道他到底是共产党 还是国民党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既然这是一个单独党员的 个别的损集党声誉的说法 就把它开除掉就好了 我身在怀疑他有没有在缴党费 那我觉得还要这个说他这个 而且他还可以参观 我们的立法院以台商代表的一个身份 我真是认为 这是一个很糟糕的范例 甚至还有没有办法查证的说法 之前有讲说很多台商有收到他的email 说那大家以后就不要买这个什么 鰻鱼苗啊 或者不要来台湾这个观光啊 看台湾这些民众能撑到多久 我认为这个人其实心已经不在台湾了 那对他来讲 他身份可能是台湾离开的商人 或者甚至他跟中共统战相关单位的合作 还更密切的时候 国民党把它开除掉无伤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会 这个在这边觉得对他轻轻举起 轻轻放下就好 那他讲话确实很过分 那基本上我都想不起来 上一次政坛谁会骂其他人 什么狗男女什么东西 这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听到了 而他有这么过分的话 他又不能代表国民党 但他偏偏是以国民党员的身份 在讲这种东西 那我认为开除没有什么问题啊 那我不知道国民党客气什么东西 就开除啊 大家至少我就算不是国民党 我会说这我开除了好 那反而有争议的被开除掉 就董大妈留在这边 说我每次见到寄国洞 我见一次笑一次 我说你看董大妈这样骂 狗男女都被开除就你被开除 哈哈哈哈 就是感觉上国民党对于这些标准轻重 其实都很难去预测 就董大妈这样是一而再再而三 就反而都是轻轻放过 那再来他提到那个所谓的插男女 说实在对亲民党也是很大的伤害啊 对宋楚瑜也是很大的伤害 那现在如果说朱立委员还想说 再去见一下宋楚瑜 还要谈国亲合作 你觉得这国亲 来石琴你怎么看 国亲还有可能这样合作下去吗 又要见人家宋楚瑜 然后又有人这样子骂宋楚瑜 我觉得朱立委员其实也不用见 我觉得那个重点是在标准啦 就是对国民党来说 那个标准到底是在哪边 为什么对这些人 上电视的这些人 他可以是这样子的标准 可是对这位董大妈却是这样的标准 而且董大妈 其实不是八十几万党员当中的一个而已啊 他是党代表嘛 就是他的头衔很多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大家 其实期待看到说 一个党到底对于这种事情 有怎样子的一个态度 那所以当你朱立伦主席 在面对记者访问的时候 你就不可以轻描淡写的说 我记不得那么多党员的名字 因为在五月初的时候 你去中国访问的时候 董大妈也出现在同样的场合 董大妈在那样子的场合当中 还说不用管他二人想什么 选总统我们的台商 每个人都回去投票 然后他们的家庭有多少多少个 然后回去国民党还能不赢吗 他的当时的言论 就曾经造成了争议 那那个场合又是因为 在欢迎你朱立伦到访嘛 所以朱立伦最好不要用这种 轻描淡写好像 八十几万人之一啊 我怎么知道他哪位 那样子的态度 是 感觉上是太轻忽了 那所以我也赞同翟审讲的啊 那国民党标准到底是怎样 有上电视讲话的不行 开除 可是董大妈在外面这样讲话的 OK 国民党也收下了 是这个意思吗 而且董大妈的言论 其实那个伤害的程度 要比国民党开除的那五个人 要来的严重的太多了嘛 我知道这个主委他其实有 他们国民党其实是有发一个声明稿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说 你要让大家知道你的标准是什么 你要 特别是主席啦 因为当 因为你主席都已经被记者碰到了嘛 那记者都已经这样子问你的时候 你还是要用一个比较严正的态度 尽管党中央已经发了声明稿 这个人的言论很不恰当 那譬如说全国台商会 就是董大妈的这个团体 这个团体因为他讲了这些话 他们立刻也做了处置啊 我们接下来参访的行程 这位董小姐你是不能参加的喔 而且你因为有这样子的言论 所以我们要把你送全国台商会的 纪律委员会来益处 看起来哇这个全国台商会感觉上比较 比较这个审慎以对的 在看待这样的事情 可能造成对于他们团体 生育上面的伤害 那比较起来 国民党好像比较不在乎生育受损 感觉到应该是 有很有志气啦 觉得自己票应该是很够了 所以也不在乎这一点小伤 难道是这个样子吗 我觉得这种东西 才是造成年轻一辈 价值错乱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其实我们发现国民党对于很多事情 感觉上大家重视了 他反而轻忽掉 包括我们前面讨论的 这个所谓的国家问题 还有这个课纲问题 对不对 感觉小问题 最后慢慢变成大问题 到最后变成一个危机 那现在同样董大妈 不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那董大妈这样说三 倒是又把这个国庆之间 又把他讲成这个样子 那说实在 宋楚瑜如果说今天要出来参选 这是他的自由啊 民主社 那我们不就是本来就是可以参选吗 但为什么国民党内自己的人 而且还是党代表 要把宋楚瑜仇视成这个样子 我先说他现在已经不是党代表 他这并没有参加我们的党代表大会 所以那可能有点误会了 这之前的确是 18、19届 对但毕竟他的一些发言 的确是造成一些外界的关注 来委员你怎么看 首先我们当然知道身为一个党主席 他当然没有办法去控制 或管理所有党员的行为或发言 这个当然我们任何党主席都做不到 但是问题是他如果出现众所矚目的 而且大家引起大家关注的 负面的言论的时候 党主席当然要有一个态度 我们相对朱立伦主席 这样轻描淡写的说 他记不起八十万的党员的名字的时候 事实上这个无意评论 但是我请大家做一个比较 大家还记得在一两个前段时间 传出我们的国民党中的候选人 侯述住有健康上的问题的时候 在第一时间蔡英文主席就马上非常严厉 而且明确的来 对所有的竞选团队的伙伴 还有党公子人员说 不能拿这个做文章 我想这是一个态度 我是做这个比较 另外一个比较是说 洪秀柱身为候选人 他当然知道外界对他的一个观感 在国家认同上的一个观感 所以他试图的 包括昨天在台中 他有人帮他唱台湾是我们的名字 或者是在这个全代会上 他说举于美丽岛或用台语发音来等等 我在想他是试图要往中间靠 降低大家对他这个统派的色彩的观感 但是我们非常遗憾的 在发生董大妈这样的言论的时候 在发生那个全里长 那个台北市里长 在全代会的发言的时候 我们却不看 却没有看到洪秀柱也好 或者朱立伦也好 能针对这样不当的发言 他们提出严正的一个指证 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落差 那我们不见华语难道你所唱 讲几句闽南语或唱几首闽南语歌 只不过是宣传上的一个工具 那相对相对来讲 这是一个价值判断 也许他们认为这两位的言行 对国民党的迫害 不会比不上季国东那五个人 所以季国东这五个人 要赶快把他开除 那这两个反正留校查看 或者是根本不用留校查看 他们对他们不会造成影响 所以我是试图要做这样的比较 让大家做一个评论 来诸文你怎么回应 国庆之间现在如果因为 这样这么多的风波之后 国庆还有合作的空间吗 我先说一下 那天我们立刻在当天 又发出声明 那我们的声明 但是代表主席 因为是党 我们讲的是代表党的立场 所以就有讲说呼吁 不应该要在选举中 有一些这种攻击的 不理性的言论 我想我们马上 那这就代表朱主席的一个看法了 那在宋主席部分 我觉得应该是要回归到 我们从之前包括朱主席 他从一开始要去拜访 他上任之后去拜访 我们的宋主席 然后之后一路过来 到这几天在中常会 他也都提到了 说还要不断的 希望能够有机会可以去拜访 由于他说他是他的前辈 要拜访宋主席 那这个部分据我知道 这两天我们的里斯文秘书长 也开始之前其实就有联系过 但后来没有安排成 那这两天又开始也比较密集 也希望能够先由两党秘书长先碰面 那之后希望可以促成 我们的主席能够再去拜访一下宋主席 那当然我想以现在来讲 以整体来说 还是回归到一开始 朱主席说 希望原来在属于蓝的架构之下的 我们这些好朋友或前辈们 大家还是可以回归到 一个大家庭里面来共同努力 那这个合作的空间 包括立委的提名嘛 那国民党有可能再多让吗 还是说就现有的这个部分 你说新党部分也许也有让一席 但是亲民党的部分 有谈到这么细 如果说见面谈了之后 当然都可以再来谈 因为应该说如果大家有记得的话 包括像港湖区啊 这些我们也都是 偷了很久很久很久才提名 就是本来就是希望说 能够有合作空间 但现在我们都觉得还是 也为时还不晚了 还是有这样一个 希望还是可以大家有彼此合作的空间 如果以目前现在民调来看 国民党自己的评估 就是立委席次 之前周刊也报导 大概就是说45到50席 当然就是说这个思考的角度 可能有一些就是说 国民党的思考可能还是觉得 经济选民是不是 仍然蛮左右 就是说这次2016的总统大选 可能民众会担心 这所谓的两岸和平红利 如果是绿营执政的话 可能这个部分会消失 有这样的思考 我答应 因为我们自己选举过的人 我都觉得现在讲民调都不准 或多少席 现在其实都不准 但是我觉得说那都是一个参考 然后让我们能够更努力的来 应该做在选战中 应该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立委的席次 总统民调 我们现在的确 在国民党来说我也不否认 对我们来说是比较艰困的 可是艰困再怎么样 就跟民进党也一样 逆风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该怎么样 稳健打选战 我们现在逆风 我们也是要稳健打选战 而且所有立委候选人 一定当然要把他的地方的服务的绩效 还有问政的一个成绩 怎么样子能让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我还是觉得 这些是参考 但重点还是我们自己在党内 不管是对蔡英文主席 或之后到底 亲民党有没有提出候选人 我觉得我们本来就是 把自己角色给做好 这是最重要的 好 国民党在2016的 这个国会过半席次 有没有可能被打破呢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马上回来 好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说 8月份就会宣布 是不是要对外参选 来请教学员 你怎么看宋楚瑜 如果出来参选 对于2016这个大局 会不会是产生一个关键的影响 那么我们看到媒体也说 这邱富生说 其实对大局是没有影响的 这是不是也在跟蓝营说 其实国民党你可能要习惯 宋楚瑜出来选 因为毕竟 在这样的一个情势之下 其实宋楚瑜出来选 可能是对于他自己的党 要自救是比较有帮助的 整体看起来 宋楚瑜能够影响的 虽然你说可能泛蓝泛律都有 但可能还是泛蓝居多 但是要说产生气宝 我想这个几率 真的没有办法让人理解 到底是哪来的自信 可以让大家觉得说 那我气宝 这个宋楚瑜 反而不会当选去投宋楚瑜 你投也不会当选 至少就目前的民调看起来 双方都跟领先集团 就蔡英文差大概10个百分点以上 那这种状况之下 气宝是不会发生的 大家手上就那一张票 如果气宝的前提 是建立在逻辑上 大家认为自己票很宝贵 所以我希望我比较认同的人 能够当选的话 这张票以目前状况看起来 如果是泛蓝 你投给洪秀柱跟 投给宋楚瑜 两者没差 那你不然走一走丢掉 所以这次泛蓝选民是 比较不会焦虑吗 还是国民党自己在焦虑 因为大局现在非常的不利 就像我们刚刚讨论到 现在是逆风 那逆风的状况之下 你还想要打顺风球 这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至少洪秀柱 或者是整个蓝英 他自己必须要意识到 你在这场选举里面 获胜的几率非常低 你的选举策略 应该是至少把对方 所有提出来的政策 你能质疑 能分析都分析完 等到他执政之后 也许下一次你还有机会 你至少可以讲说 我质疑过蔡英文的这个方式 那个方式 我骂过他政策不完备 我骂过他两岸关系 没办法处得好 所以我之后可以顺势而起 你看我当年先知 我是一个公道婆 但以目前状况来讲 我还是觉得宋楚瑜 他现在能够做的 大部分都是对亲民党有利 你能增加亲民党的 获得的票 立委行事 还有政党补助金等等 但是说对国民党 有多大的影响 我认为是真的不大 什么分开投票的动机 我都觉得这真的很小 难道会有国民党的立委说 不好意思 那这个接下来就立委投我 票投宋楚瑜 那人家就干你什么事呢 奇怪了 我立委要投你 觉得我认同你地方服务 但我走投投谁干你什么事 而且国民党 如果现在像我们以 激活动为标准的话 那你敢找宋楚瑜出来选 或你敢叫站台 或是敢叫大家票投宋楚瑜 那被开除啊 那如果以这个事来看 那可能国民党不会当选 那连国会席次可能也变小党 如果在这样 选票分裂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要谈国庆合作 这个事情 其实完全不可能嘛 就是你光看基隆那个地方 你好容易要去 跟人家的指标性的刘文雄 去争的时候 就摆明了这两个党 也没什么好谈的 所以其实见面也不用见了 而且亲民党 其实这些年来 也已经跟国民党 划清界限划得也差不多了 那所以国民党其实也不用笑想说 就算宋楚瑜不出来选 宋楚瑜的票会跑到国民党 他们其实就已经是河流了 那所以宋楚瑜的目的很清楚啊 就是充政党票而已嘛 因为抢总统他也抢不到